第八集 帝国的袭击 让安纳克里昂变成了一片火海 法拉的弟弟就是丧生在那次袭击中 他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左眼 此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发起对帝国的复仇 他一定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但如果动用无敌战舰进行复仇 那么整个星域的人都将遭受同样的苦难 此时的法拉内心只有怒火 他威胁哈顶 如果不协助行动 那么他将杀掉端顶星的所有居民 哈顶消失的男友再次出现 他漂浮到了附近的采矿区 这里有联络外界的通讯站 如果是迪斯比斯星的旧居民 就是那个一同遭受帝国打击的星球 他向迪斯比斯星发送了求救信号 另一边 盖尔向博士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自小他就有所察觉 这种与之缠一种模糊的感觉出现 但有时也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中 他从梦到大浪将自己的家园吞噬 为了确定这个梦境不会成真 他自学了数学 从而计算家园被摧毁的概率 同时也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 但无论如何 结果都无法改变 这时 飞船进入了沿泻区 摩擦让船舱的温度不断升高 但飞船的冷却系统可以对舱内进行降温 盖尔问博士 他和瑞池究竟有着怎样的计划 然而博士并不打算告诉他 因为他的预知能力 有可能会让计划出现意外的情况 就像之前他出现在博士的死亡现场一样 让原本的计划发生了改变 但博士还是向他透露 这艘飞船能够抵达赫里肯星 是拯救人类的必要条件 端点星只是博士计划中的第二个基地 因为他的建立 是在帝国的监视之下进行的 所以只是计划中的诱饵 但第二基地的建立 必须保持绝对的秘密 但更详细的计划 博士还是不肯告诉他 盖尔感觉自己只是在被利用 如果得不到信任 他宁可离开这艘飞船 但通向外面的舱门却紧紧关着 为了能让博士打开舱门 盖尔破坏了飞船的降温装置 如果博士不肯放自己 他将会热死在这里 博士最终还是放走了他 盖尔再次回到逃生舱 将目的地设定为自己的家乡新纳克斯 但航行所需的时间为138年 少女星上 白昼将要挑战通往旋梯的路 登上旋梯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 他将把身体的忍耐力逼至极限 在170公里的朝圣之路上 挑战者不能得到任何食物和水的补充 同时也不能休息 甚至连防护装置和纳米机器人也要取下 粗略预算 正常行走的状态下 170公里大概需要30多个小时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此期间 如果出现困难 路上的同行者可以提供帮助 但前提是单膝下跪 如果双膝落地 则任务失败 成功者将达到一个洞穴 那里象征着母亲的子宫 在那里有一个水池 进入后 如果圣母显灵 朝圣者会看到幻象 而少女星的委员会 会负责解读成功者看到的幻象 德莫泽尔警告白昼 如果失败 他们将面临更多反对者的呼声 但白昼已经别无选择 他坚信自己可以到达终点 一路的坚信超乎了想象 酷热的天气 当白昼心晕倒 他单膝跪地 身旁的老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俩人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前走去 然而最终放弃的 却是这个老人 当白昼伸出手 他选择了双膝跪地 这意味着他将长眠于此 白昼不忍看着老人这样离去 想护送他回到起点 但老人却慢慢躺在了地上 他将成为漫漫黄沙中的一具白骨 毕竟长途跋涉 白昼最终坚持地来到了终点的洞穴 这里果然有一坛清澈的池水 挑战过后 他向少女星的长老描述 自己看到了无数漂浮的岩沙不断旋转 最终汇聚成了三朵花瓣的形状 这是孕育生命的繁衍之花 这里的人已经有数千年没有见到过他的踪迹 他的出现 代表着白昼并不是停滞的灵魂 他的勇气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从今往后 没有任何教重会挡在他的面前 白昼的成功 让格拉特成了新任的教宗 哈利马黯然退场 但他始终是帝国的心头大患 白昼决定暗中除掉他 德莫泽尔来到哈利马的住所 他并不想杀掉对方 但却无法违背白昼的命令 在哈利马碰触德莫泽尔的瞬间 致命毒素将被释放 白昼成功消除了自己的隐患 但德莫泽尔深知 白昼其实并未看到任何幻象 他所描述的繁衍之花 只是在自己书张台上看到的而已 无敌战舰上 距离下一次越前只剩下半个小时 哈丁还在不断尝试着策反身边的守卫 这时 前面的部队遭遇了袭击 原来这里曾经发生过兵变 军官们将炮台安置在了剑桥外 法拉让哈丁充当诱饵吸引火力 自己瞅准机会 一箭端掉了炮台 随后哈丁破解了最后一道通向剑桥的门 他发现地上有一具拿着枪的尸体 这是阻止法拉最后的机会 哈丁捡起地上的枪转身就射 法拉低头躲过了攻击 子弹穿透了船体 真空的高压将一旁的士兵吸了过去 哈丁拉着路易斯躲进了剑桥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舰长的尸体 他的手下叛变后 他选择了自杀 并在这里留下了EXO的信息 哈丁猜测 这可能是星系之外的意思 下一次跃迁即将启动 他们必须马上找到可以控制跃迁的工作舱 很快 两人就确定了其中的一个 旧式的飞船 并没有操控跃迁的太空人 未经改造的人类 想要在跃迁中保持清醒的操作 就必须将脑部直接连通飞船 现在两人虽然没有做手术的条件 但哈丁还是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他要将飞船带到端点星 就在这时 门外的法拉带着手下成功破坏了大门 路易斯重枪倒地 战舰同时也发出了预袭警报 原来余国已经呼叫了迪斯比斯星的援助 大批战机正在发起攻击 飞船内 哈丁和法拉打成一团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无敌战舰最终还是启动了跃迁程序 一阵红色烟雾过后 战舰消失的无影无踪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